我们在第一节中呢已经讲到了四六级写作常出现的第一种话题 那么第一种话题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学生话题 非常简单就是大学生是我们四六级写作的一个应试主体 那么就会出现与我们大学生息息相关的一些方面的话题 其中包括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其中包括呢是由我们关于我们的教育学习 关于校园生活方面 那么还有关于求职就业这样三个话题 那么我们说我们已经通过四六级历年的真题做了一个回顾 具体在这三个小的方面下面呢 它的话题和它的题型设计是怎么样子的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二个社会热点话题 社会热点话题呢也就是说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 那么通常呢是让我们就某一个社会现象做一个反思 分析某一个社会现象它的利弊影响它的一个重要性 或者说让我们就这一个社会现象提出我们的看法观点 那么同时呢有时候还要求我们提出建议措施等等 那么需要注意的一点呢是我们说的社会热点话题 它既可以是我们考试当年比如说今年上半年2015年6月 那么它既可以是我们考试这一年它出现的一个热点话题 也可以说是近年来一直是被大众关注的被大众讨论的这样一些话题 有这样两个方面的一个热点话题 那么同时呢需要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热点话题呀 它一般或者说是肯定它不会考到一个非常敏感的 什么叫敏感呢也就是说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 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这样一些敏感的话题呢是不会考到的 那么大家可以放心 因此呢在备考的过程中我们说为了备考 大家可以平时在看新闻呢或者积累一些素材的时候 可以先暂时不管那一类话题 好那么我们具体看一下我们的社会热点话题 在历年的四六集写作中它考到了哪样一些内容呢 比如说在四集作文中我们同样来看一下前面是考试的年份 这是真题的出现的一个题目 好在13年12月份的这个四集作文中呢 我们发现它的题目是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the way people communicate Whether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can replace face-to-face contact 那么文章呢是想让我们讲 首先分析一下我们的网络啊 互联网对人类交流方式的一个影响 那么显然它是一个社会热点话题 如今科技越来越发达 我们的手机我们的互联网甚至我们的电视也可以联网 那么这些科技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互联网 它对于人类的交流方式有什么影响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的交流方式有了哪些改变 那么过去我们是写信最早我们写信 然后呢渐渐的科技发达 我们有各种传真机啊等等 后来出现了电话 那么现在呢我们手机上可以随意的下载我们的APP 微信啊 Skype啊等等啊 它已经足这个跨越了我们的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同时呢它还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Whether这种电子通讯设备 是否会代替我们的面对面交流 也就是我们这样一个翻译的部分 好 这样一个社会现象 那么让大家做一个反思 也就是说科技对于我们人类交流的一个影响 那么它最终能不能代替我们的面对面的交流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13年12月份我们读一下题目 The increasing use of a mobile phone in people's daily life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overusing it 是不是跟第一题其实有点像 首先是 Increasing use of people's of mobile phone in people's life 我们的移动手机 我们的手机呢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越来越多 那么让我们分析一下 Overuse over加动词 过度的 过度的使用 那么让我们分析一下 生活中过度使用手机 有哪些后果 有哪些后果 那么显然呢 这个后果啊 它可能是 更倾向于负面的一些后果 也是我们的这个高科技 我们的科技产品 科技的进步 对于人类生活的一个影响 那么2012年6月 讲到 Un excessive packaging 过度包装 过度包装 也是一个社会热点现象 我们看到最近的物流业 物流行业 以及我们的这个商品 贩卖 这些 这个行业中呢 出现了一个过度包装 那么商家呢 认为 可能过度包装 商家认为呢 可能包装的越精美啊 这个东西 物品 对顾客的吸引力就越大 那么他们 可以取得更多的利润 那么我们的顾客认为呢 可能为了送礼的需要 就需要这样一种 精美的包装 那么同时呢 可能还有的顾客认为 包装越 越精美 那么我们的物品本身 它的质量可能就越好 出现这样一种盲目的 注重形式而忽视 这个内在商品本身的 这样一种现象 那么就让大家 来谈论一下 Un 就这个 过度包装 谈谈你的看法 社会现象出现的原因 以及你认为可以有什么 举措 有什么对策 来应对这种现象 或者说是存在的问题 好 第四 下面是11年6月份 有一个online shopping 好 很显然这个online shopping 对我们现在来说呢 可能是 已经是一种习以为常的 社会现象 甚至一些 我们说年纪比较大的一些人群呢 他们也在开始online shopping 甚至在网上已经 开启了自己的店铺 那么在当时11年来讲呢 可能online shopping 还是一个 比较新的 比较热点的 这样一个社会现象 那么让考生呢 在当年写作的时候 就谈一谈 你觉得网络购物 这种方式 它有哪些影响 它的利弊是什么 那么你的观点 你的态度是什么 好 接下来是10年12月份 我们看一下 How should parents help children to be independent 好 那么我们说 这个社会热点话题 它分两种 一个呢 是考试当年 比如说 我们出现的 excessive packaging 或者说online shopping 这样子的 就当年 考试的当年来说 它是一个热点 是一个新兴的现象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像我们10年12月份的 它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是近年来一直在被人家 在被大众 在被公众讨论的 这样一个社会话题 比如说 父母如何帮孩子 培养独立的能力 好 那么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是需要家长 我们社会公众 一起探讨的 孩子的独立 那么父母在这一方面 可以做到哪些 好 这呢是四级的一个 历年的真题 那么在六级呢 我们说六级 它考到的社会热点话题 还是相当多的 我们看一下 13年6月份 考到的一个话题是 A smile is the shortest distance between two people 好 between two people 好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微笑 拉近人与人的距离 为什么说是一个热点话题呢 因为如今啊 可能是互联网的影响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 变得有点冷漠 有点生疏 甚至是亲朋好友之间 家人之间 可能也会出现 这样一个现象 可能我们一起 在饭桌上吃饭 或者家人面对面的时候呢 我们更加的是 或者盯着电脑屏幕啊 盯着自己的手机啊 忘了跟身边人 进行一个非常友好 非常亲密的交流 那么13年6月呢 它就想重生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呢 可以通过微笑 这种非常友好的方式 来把它拉近 那么也是结合社会现象 所提出的一个话题 好 12年12月同样的 又是一个关于 人和科技的问题 Man and Computer 人与计算机 让你就这一个话题 给出了一个topic 好 它并没有给你一个 写作的思路 那么就 人和计算机这两个话题呢 我们给它做一个 辩证关系的分享 给它做一个辩证关系的分析 好 谁依赖谁 或者说 两者之间相互影响 等等 好 12年6月 我们看到的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同样的 我们说4G已经出现过 这个互联网 或者说 移动手机的使用 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 那么这里呢 也出现了 这个网络对于人际 注意这个 Interpersonal 人际 人际交往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网络对于人际交往的影响 这里注意一下 更确切的说呢 是人际交往 互联网对于人际交往 有什么影响 好 那么我们说 马上我们应该看到 这个影响 它可能分好的影响 不好的影响 也就是说 针对这么一个 互联网的兴起 它的发展 对我们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 做一个利弊的分析 好 好的方面呢 我们可以很快想一下 比如说 它促进了人与人的交流 打破了这个时间空间的限制 让人与人交流 更加的便捷 更加的迅速 但是呢 由于互联网的出现 也让我们的日常的人际交流 我们的人际关系 变得更加的深疏 甚至是更加的冷漠 没有原来那种 特别淳朴 特别清净的人情味 在里面可能 好 那么10年6月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是 do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好 the study of Chinese 应当注重汉语的学习 那么10年呢 我们说当 最近几年 可能就是我们的小语种啊 尤其是我们一直以来 这个英语 它的推广 它的普及 那么一些培训机构的出现 那么大家从小 我们说学英语 要从娃娃抓起 这种口号的出现呢 使得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国家可能政府啊 我们教育机构 对于我们中文的学习 产生了一点担忧 如果大家都从娃娃抓起 去学英语 去学外语的话 而忽视了我们本身 我们民族最重要的一个语言 我们的汉语 我们的中文学习呢 那么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文化 肯定是有冲击的 好 需要 让大家分析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给予学汉语足够的重视 阐述一下理由 好 2009年的12月份 Should parents send their kids to art classes 好 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 09年 那么我们说现在啊 送孩子去艺术学校 或者说艺术班 我们课外的一些艺术培训辅导 这样一些班级呢 那么在当今 在当前社会也是非常的普遍 我们看到各个城市都有青少年工这种 培训机构啊 那么孩子呢 在很小的年纪的时候 就被家长送到那里去学习各种 钢琴绘画各种艺术形式 好 那么09年呢 可能是一个新兴阶段啊 这种现象越来越普及 那么就需要我们的考生谈一谈 这个现象是否值得提倡 那么它的利弊是什么 好 家长应不应该送孩子去 培训补习学校 好 08年6月份 Will e-books replace traditional books 同样的电子书会取代传统图书吗 好 也是我们这个科技的出现 对我们的一个 books 对我们学习方式的影响 那么这里注意了 我们之前在大学生话题 一个教育学习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为什么这里又提到呢 好 这个就是我在之前讲到的 可能有人把这个 一二两点相结合的这个方式呢 归到我们的第三点 这个写作的话题 那么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它即使涉及到一个e-books 我们的科技发展 当前社会科技发展 这样一个热点现象 那么同时呢 也是我们的books 关于我们的reading 关于我们的学习 是把两者都结合起来了 那么最后呢 我们看一下07年12月份 The Digital Age 同样是数字化 我们科技化的一个时代 让我们大家看一看 这个数字化时代 它的利弊 它的影响是什么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 第二个长考的 四六级写作的话题 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热点话题 也是同样通过四级六级 往年的真题回忆 我们看到它分别考了 哪些方面的内容 那么这里需要注意的一下 大家可能已经意识到 好 近年来这个 科技 网络 互联网 电子书 数字化时代 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 对于我们传统生活 以及学习的影响呢 是考察的比较多的方面 那么大家平时在备考的时候呢 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 我们科技的发展 与人类生活的这样一个 辩证的关系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第二点 社会热点话题